早點視頻,吳佩夫完期術議的時間 盈過幕右見到我們的主角吳佩夫師傅 大家好 師傅,之前我們講了很多八字的命運預測 踏入這個年尾,其實很多人都想知道 夏年究竟自己是怎樣的 所以今集開始,我們就想請教你 2021新丑年,十二新肖榴槤運程 先由第一個,應該是屬鼠 老鼠? 嗯 老鼠今年運程相當不錯 因為本身是六合穗軍 十二新肖來說,老鼠今年都算是很優勝 因為本身除了合穗軍,貴隱比較多之外 左右逢源 他也是有文昌的 有文昌貴隱 那文昌貴隱,當然 讀書的年輕人就特別有利 學要進步 如果你說做事的呢 也是容易有升遷的 如果去面試或者見工 或者是一些建議給上司 都是比較容易受到重用的 這個情況不錯 但是呢 因為屬鼠的朋友 今年來說 也是帶著病符升 可能呢 病痛會多些少 這種病痛會怎樣呢 因為呢 我們合多 即是聚會 或者有時候應酬 可能會多些 飲食上 可能會多了 或者叫做煙酒 那些就可能要注意一下 不要說過份 飲食來說也不要太過肥 如果不是呢 今年熟老鼠的人 就會比較容易 會是肥 或者有些三高的情況 但是來說呢 大致上 不會太嚴重的 大致上不會太嚴重的 那 腸胃 因為紫醜合 都會有些腸胃 不適 這樣的情況 飲食呢 就 固然之 要注意 我們去什麼地方 光肥兩出油 就要小心一點 街邊的食物 就吃少一點 如果我們去 強角 那些路邊的 那些就不好吃 那些串燒 不知道是老鼠肉 那些就不好吃 那 大致上呢 問題都不大 都是平平穩穩的 沒錯 其實不算平穩的 算是比較優勝 算不錯 哦 OK 即是穩穩陣陣 都是他想要的東西 會得到 左右逢圓 升遷有起 今年屬老鼠的人 嗯 OK 那不錯了 那下一個生肖呢 就是屬牛 沒錯 那屬牛的朋友呢 今年來說 就是叫本命太歲 那我們要知道 本命太歲 所以呢 就未必說一定是不好的 那 也是容易出名 成為 焦點所在 嗯 那你 知道啦 我們屬牛的朋友 周圍的東西 就是金行也好 或者有時候 有很多的飾物也好 都是用牛型的擺設 牛的形象 因為太歲 所以呢 也是容易成為焦點 也是容易成為 一個吸引力的所在 嗯 也是容易出名 或者叫做 容易受注目的 那當然也好 有些綜藝人的話 就會比較 容易一些曝光 容易一些 招引一些 的 注意力 嗯 但是來說呢 也是容易是非多些 也是 小人 是非多些 那今年來說 除了呢 本命太歲 空星也有劍風星和伏斯 這些空星在 那麼劍風伏斯 就顧名師 比較容易有血缸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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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斯呢 就是容易 遺失用品 或者是不見東西 這樣 還有呢 在外面來說 就是 貴重物 那些 就要小心提防 就是容易招引一些 歹徒 好啊 賊人啊 垂然你的財物 是 那麼 屬牛的女性呢 今年來說呢 也是有些爛桃花 嗯 尤其是女性的朋友 會有些爛桃花 就是遇到一些 不太好 打理主義的男生 這樣的情況 還有一些 有家室的男士 也會打理主義的 所以 屬牛的女性 尤其是要注意 那麼 屬牛的男士呢 今年來說呢 可以作多些 新的嘗試 嗯 那麼 也是 會有一些 離開舊有工作 離開舊有的 場合的 形勢 就是可能會 在外廠 這樣的形勢 有些變動 在工作上 那麼 或者是 創業 或者是 扮喜事 因為始終來說 都是本命太歲 或者是 宣布 或者是 宣布 有些 酒席 或者是 宣布 或者是 宣布 會比較好些 師傅我想請教一下 剛才你說工作上的 變動 其實會不會 屬於都算是 升遷呢 他因為本命太歲 其實來說 歲君臨身 其實都容易有貴人 會有貴人幫到手 但是會比較辛苦 不是太過僥倖 成功 就是要付出努力 經過一番波折 而有得著 師傅 那去到第三個生肖 師傅 屬虎 老虎 今年來說 暗合貴人 他本身來說 亦有天月貴人 屬老虎的朋友 今年除了正才之外 會比較偏才 都很旺 亦是適宜 正職以外 可以找些秘魯 可能 有一些 師傅生意 或者是 有一些秘魯 令到他的財運 相當不錯 財運來說 相當得益 因為天月貴人 這顆貴人聲 也是相當旺的聲 挺好的吉聲 叫做逢空化吉 所以今年來說 翼馬上 雖然是 可能是 有些周居之險 駕車小心一點 極其量 可能是有少少的碰撞 抄牌多一點 這樣 破財蕩災 另外一方面 可以嘗試一些新的 新的嘗試 都可以 因為本身 暗合貴人 可以 有些突破 在工作上 今年 屬老虎的男士 桃花好黃 桃花好黃 但是 有一件事 例如 你是有家室的男士 或者 已經是有個固定女朋友的男士 今年 就小心 容易有小三 小四出現 會有些情人出現 或者 有些紅顏知己 或者 有些女性 對你傾慕 或者發展地下情 這些事情 要小心處理 正如我經常說 為何十二生肖 在我們台上 有這麼多人看 就是因為 屬虎的生肖 這麼多個太太女朋友 聽完之後 馬上就用得著了 就指望她的老公 或者男朋友 你呀你呀你呀 你下年小心點 這樣 是啊 OK 今集的時間 我們先講三個生肖 下一集 我們再數 之後的三個生肖 師傅 好 我們下一集再見 吳佩夫師傅 拜拜 朝點視頻 吳佩夫完其術二的時間 迎光幕又見到我們的 吳佩夫師傅 大家好 師傅 上一集 我們講的是 2021生丑年 十二生肖榴槤運程 今集我們就講到 熟兔 熟龍 和熟蛇 那就先熟兔吧 師傅 好 熟兔本身來說 今年空聲 有兩顆聲 我們要注意一下 一個叫披頭 和喪門聲 嗯 這些聲 比較是陰氣重的聲 今年來講 熟兔的朋友 探病問喪 我們要小心點 就是說 我們要去醫院 或者賓儀館 或者墳場 這些地方 我們少去為廟 因為容易 可以沾染到邪氣 和陰氣 對於身體 也不太好 另一方面 就比較容易 有些失眠 或者睡眠 狀態 一般的情況 我們要注意一下 健康方便的東西 煙酒 盡量 我們少沾染 也會比較好 今年熟兔的朋友 他的環財運 挺好的 除了正財之外 環財運不錯 因為本身來說 今年是牛年 熟兔本身來說 屬於一點偏才 這樣的情況 但是工作上 就會容易有變動 即是原先的正職 就容易有變動 今年來說 其實可以試一下創業 或者試一下轉工 都可以 就是會很好 會轉一個新工作 或者一個新的地方 會有一個新的開市 是比較不錯的 嗯 OK 那桃花上 有沒有什麼要注意 他偏才 其實來說 也是代表了桃花雲 尤其是熟兔的男士 今年桃花雲 會比較多 桃花雲 比較多 如果熟兔的女性朋友 今年來說 還不是正恩怨 可能是無水情緣 是 不要太認真 是 如果太認真 吃虧了 OK 那好了 輪到下一個生肖 屬龍 屬龍 屬龍的朋友 今年來說 有兩顆空星 我們要注意一下 一個叫做 歐神 還有叫做貫索的 歐神 就是說 容易有些小人糾纏 會有這種情況 那 貫索呢 就是 容易有些倫常是非 就是家庭裏面 親人之間 倫常是非 會比較多 我們要注意一下 跟家人溝通 或者是有些 衰親戚 親戚都有衰有不好 會問你借錢 或者是搞事搞非 我們要注意一下 小心一點 遠離是非 閒事莫理 會比較好一點 至於歐神這些小人 有時會在工作上 合作上 就容易有些 跟同事之間 會有這種情況 但是這件事 很難避免 自己做好自己的本分 自己做好自己的工作 會比較好一點 今年來說 屬龍的朋友 因為 土 土與土之間 是一種 戶型的意思 亦是同類的 所以說 賭博上面 或者借錢上面 都會吃虧 千萬不要跟別人 做擔保 借錢 賭博投資上面 又是 玩一下就可以 千萬不要躺身 要不然 可能會破財都很嚴重 孖剪就小心一點 更加 高危那些就不好了 好了 再下一個生肖 師傅 屬蛇 屬蛇 屬蛇是不錯的 屬蛇本身來說 因為今年的太歲 叫三合貴隱 自幼蛇本身 三合貴隱 他亦是有 國印天德 這些福星 這些好的德神 在這裡 國印本身 亦是代表了名譽 學問的晉升 所以說 求學階段的朋友 當然是學業進步 做事的 是步步高升的 這些福星貴隱 如果做生意的朋友 就會有很多新的商機 突然之間業績相當不錯 突然之間有些貴隱 出現 這些貴隱可能是新商識 未必是以前打交道下來的 即是可能是新商識 新認識 新的商機 可以多方面的嘗試 都可以的 因為本身三合 亦是代表了 左右逢源 各方面都不錯 為人相回聚 今年來講 屬蛇朋友 應酬會比較多 飲食就小心過份 容易肥 師傅 我們都已經講到第六個新肖 但其實我們大家都知道 2020年的疫症很厲害 明年希望 或者理論上 應該都可能會回落一點 但是 其實在一個疫情 還有持續的情況之下 其實我們都很怕 自己 今年不中而已 不知道明年會不會中 以上那六個生肖 有沒有說 哪個生肖 要小心一些這些疫症呢 特別呢 當然 本身來說 老鼠是指手合 太歲本身來說 水君是六合 但是合之中 都未必一定 健康上一定沒事的 事業上 財運 都可能好 但是因為有病符 我們要小心一些 是 另外來說 屬牛 本身太歲 亦是犯了 亦是犯了 亦是要注意一下 是 OK 那好了 我們已經講了六個生肖 下一集 我們就繼續講餘下的生肖 好 下一集再見 吳佩夫師傅